Hello,大家好,我是Angie-san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啤酒師的文憑 講到葡萄酒的文憑,在世界上最周瞩目的 就不外乎是Quartile Master Sommelier 以及Master of Wine Master of Wine跟Quartile Master Sommelier 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是 Master of Wine比較注重一些書寫方面的葡萄酒知識 而Quartile Master Sommelier呢 則是需要比較多的實戰經驗 那因為我是經過Quartile Master Sommelier出來的 所以今天我要介紹的就是 Quartile Master Sommelier四個Level不一樣 怎麼樣考出來 Master Sommelier或者是四九大師 是Quartile Master Sommelier給的最高榮譽 目前全世界只有不到240個人 擁有這份頭銜 如果你要得到Master Sommelier這個頭銜 你要先經過四個不同階段的考試 第一個階段,Introduction Sommelier 或初級四九師 只需要一天的比試 回答70個問題 一旦考過了 就可以當天拿到Introduction Sommelier的這份頭銜 第二個等級就是Certified Sommelier 這是一整天的考試 然後分為三個不同的項目 第一個項目呢 是比試 你有30分鐘回答40個問題 其中有選擇題以及許多填充題 那跟之前的Level比起來的話 問題就會稍微更加深入一點 第二個部分呢 那則是盲癮 你有一把一紅15分鐘之內 要把你所猜想的答案寫下來後交卷 最後一個項目呢 就是桌邊服務了 你要跟一個Master Sommelier一對一 在他旁邊開瓶香檳 那在那個同時 他也會問你許多有關葡萄酒 以餐飲的搭配問題 其他等等之類的 那如果你當天三個項目全部都考過了 你就會成為Certified Sommelier 或是第二集的四九師囉 接下來呢就是Aven Sommelier 或者是晉級四九師 跟Certified Sommelier一樣 一共有分三個部分 可是每個部分呢 又更加複雜了 比試的部分呢 是60分鐘 前面的5分鐘 你會先拿到一張滿是錯誤的9單 你要在5分鐘之內 挑出所有的錯誤 而給它一一更正 之後呢你會收到一張 大概70個問題的考卷 只有前面的十幾題是選擇題 後面全部都是填充 那很多問題 一題就會有三到四個不同的答案 所以你的時間非常的緊湊 沒有時間給你慢慢拆 再來是盲飲的部分 你家會有六款不同的酒 三個紅的三個白的 而你要坐在三個Master Sommelier的面前 在25分鐘之內 以完全口述的方式解說 以及猜測這葡萄酒的品種以及產區 應該是這三個步驟裡面最可怕 現在回想起來 還是讓我很緊張的一個部分吧 最後呢 的桌邊服務 一共分為三桌 每桌15分鐘 除了要懂得開香檳 醒酒 作於食物 與葡萄酒的搭配之外 他們每一桌呢 都會特別放一個奧客 故意跟你為難 要看你在那個時候的臨場反應 如果你這三個箱子都考過了 你就會成為Avance Sommelier 而執照也會變得很大張 長得像這樣子 OK 重點來了 所以到底怎麼樣才能夠考到Master Sommelier的title呢 其實跟Avance Level很像 只不過沒有比試了 到這個時候 你會坐在三個Master Sommelier的面前 然後他們基本上是引用機關槍掃射的方法 在40分鐘之內 問你一堆爆滿的葡萄酒問題 然後你要答對至少四分之三以上才算過關 接下來盲癮的部分 其實它的結構是跟Avance Level一模一樣的 完全不同的地方呢 是他們選擇葡萄酒的差異度 在Avance Level的時候 他們會選擇三個白酒是非常非常不同型態 然後讓你比較好分辨 而到了Master Level的時候呢 他們會選擇三個其實非常接近的白酒 來真的探視你的功力 最後呢也是桌邊服務 三個桌子15分鐘 只不過這一次呢 他們打分的要求會更高 而在桌邊的問題也會問得更難 Master Sommelier的考試一年只有一次 它的優勢是 如果你今年有沒有考過的項目 它會給你兩年的機會來補考那些項目 讓你成為Master Sommelier 可是如果你三年沒有三項全過的話 不好意思 就要重新開始了 終於講完了 希望我今天能夠讓你對 Core Master Sommelier的考試經過更加了解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請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也非常歡迎你加入我的臉書組群 或者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謝謝大家的收看 ú know if you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I can see and do live in your mouth until then drink well drink often Don't forget to study quote 接下来呢